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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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Sonia 好久不见 Hanaku 大家好久不见 我最近真的很少拍影片 我知道 我也不会消失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 因为知道 昨天还是有人问我 最近怎么了 我没有怎样 就是可能学校事情比较忙 但是我答应你们 我是不可能会停止 上传影片的 只是动作会比较慢 然后再加上一直 其实一直想要 想要把影片跟我自己 在做事情连结 所以可能 可能就以自己 失序也有一点点软吧 但是呢 我是绝对不会 停止拍影片的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今天呢 是要来开箱 我还记得大概是 现在是几月 十一月 大概是 大概四个月前 我不是说我订了 三个月的美妆盒吗 那我拖到现在 后面两个月都寄来了 可是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开来用 我就想说 要开箱给你们看 然后我就觉得 然后最近 最近又在整个行李箱 快回台湾了 想说我再不开来用的话 这个就会这样放到 明年我回来 所以我想说 我今天就要来开箱 顺便呢 待会你去找 上次那一篇 应该是七月的时候 再喝这个 这个 这个 这是后来的下一个月 我超级惊讶 他们里面竟然放 Tarte的眼影盘了 我太久没拍片了 我现在不知道 镜头是看哪里 我一直看这个 你们这个中间 其实镜头是在这一边 对对 这一盒呢 最惊喜的就是这个Tarte 的这个 眼影盘 本来觉得有点 怪怪的 把它拿过很后面 我把那个 衣服带来 第一个是这个Tarte 的眼影盘 这一个自己当卖的话 本身就会比这个 很贵很多 它是一个 它是这么多颜色 看到吗 超漂亮的 我就不试刷了 今天是要配个 快速的那种感觉 再来呢 它还有这个 护手霜 噢 我手霜 它是 Lip & Cheek Tint 就是它可以当 嘴唇 唇膏 还可以当 这个 blush 那我现在 我来 就是用给大家看 最近就是常常被说话的妆 比较老实说 我今天呢 就 素素的就好了 不要画太多妆 如果我上那个眼影 等一下就变定位了 哦 它其实质感就非常厚了 好像唇膏那样 还很难挤哦 哦 好软哦 有哦 它再做一个 咬唇妆 因为我刚刚已经有上一点点护唇膏了 所以可能嘴巴这样看起来 没有很明显我变红 然后 怎么办 不知道拍多久 哎呦 哦 我呵呵 真的有耶 我眼圈好重 嗯 好啦差不多了啦 非常的 不均匀 怎么办 我昨脸好像比较红 再多拍 多拍一点 可以了吧 好啦 先这样 哼 因为我通常都是拍影片的时候 才会认真化妆 所以就是我最近 最近是幾乎是没有在碰眼影拍 没有在上颜色 然后我很久没有化妆 大概半年了 还是有化 重要场合 或者是水灶 的事情的时候 有化 然后我就回去看 我之前的影片 哦 这个我想说 这女的怎么把妆化 眼妆化 好 再来呢 下一个是 这次 因为我 我前一个礼拜 又去Sephora 逛一下 那个时候 好像是去 陪朋友去逛 又出了很多东西 化妆品真的是 每年每月都有新的东西 然后最近很少在化妆 所以我觉得我对 那个化妆品的资讯 有点稍微的减弱了 然后这个指甲 来我的颜色 是这个 Q 再来呢 就是这个 假睫毛 3D 非常准臭的一个 假睫毛 它可以就是穿戴30次 看到吗 我里面还有萤光耶 但我也没有再带假睫毛 所以这个可能就送给别人 最后一个呢 这个我也蛮期待 因为刷纸永远不嫌多 里面有 Quinted Blush 化腮红的 还要画Ctrl Highlighting的 还有那个crease 眼皱这边 nice 拆开来看看 那我现在开 最好握的 刷具越粗越好 因为那种手感很棒 好厚 你看到它这边 诶 它真的是认真的有涂凹耶 我本来想说 这种应该是很塑胶的感觉 这个呢是化腮红的 嗯 还蛮稳图 再来这一个是 这很酷耶 它非常的 我没有看过这么小肥短的 很像哈纳古 然后它这边有很很棒的设计 它这边有一个 凹 就还蛮不错的 再来是这个化Chris的 Q 它这边它的那个logo 有一个很像皇冠的东西 哎呦哇看不看得到 我好像看不太到 我觉得我的那个晒红涂太多香 看起来像喝酒醉 下一盒 它有一个感觉很高级的刷具 第一个是这个 我看一下它是 它们家最红的就是粉状的东西 粉状的眼影 这个呢是拿来弄Foundation的 这一支就要28块 一盒20块 诶 诶 诶它们家刷具是给认真的 哦 那时候我上那个Foundation的时候 就会整个这样 好像每一个毛孔 每一个肌肤都涂掉的感觉 诶这个很棒诶 这一支 讚 耶今天刷具多了四根 然后再来下一个是这一个 Eyebrow 它这么细 我不太会用细的没别 再来下一个是 这一个 哈哈 Dudio Makeup的 Use Blush 这个根本就是contour吧 对我来说 好可爱哦 它贴那个洞洞的那个贴纸 有没有很漂亮 嗯 我把我看完了 这是那种打印的颜色吧 我觉得那种腮红 它已经有一点点咖啡 下一个呢是 这一个 这个 这个是那个 诶 这要怎么讲 润发乳 这个牌子呢 这个牌子呢 不知道之前在哪里有用过他们的 洗面乳很好洗 就是我常常说我最喜欢的洗面乳就是 你洗上去的时候都没有感觉 你洗完也没有感觉 然后皮肤就很舒服 可是感觉好像又有洗 下一个 重头戏最后介绍 这是倒数第二个 colourpop 是办鬼妆的时候 我可能才会用这道吧 超级的 塗 非常的 陶宛色 有这个颜色吗 嗯 但也蛮好看的啦 塗上去会 显老 最后一个呢 就是他们家很好的就是 巴西厂里 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眼影盘 这是为什么后来那个时候 我本来就是那个时候才会想定 最主要还是这个眼影 好我们来看看它的颜色 啾啾 而且还有镜子哦 它的颜色呢 颜色呢也都是属于那种非常大的地色 然后 呃 平常是可以带出去的那种颜色 这个这个我可能会带我谈完 结合赞 好了 我介绍完两个月的巴西厂啦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 这是一个暑假发生的小故事 大概是六七月份的事情 你看它为什么这么恐怖的 这个凹痕啊 我收到的时候就这样了 那时候就拿到这个 我就很开心嘛 因为是日本寄来的 然后我就打开一看 然后里面也是变得很凄惨 就变这样 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你看 里面这样烂烂的 然后东西呢 就这三个 然后我就想说 美妆盒三个是要怎么介绍 通常美妆盒再怎么少也是五个 他们刚好有一个这个 暮入的本质这样子 里面三个东西都有在上面 有两个东西没有 那一定就是 过海关的时候被抽走之类的 这个的那个 防晒乳 这个是化妆水 然后最后我就回来 我就拍照给他们 看到我收到的时候就长这样了 可能是过海关的时候被检查 所以他把水都拿走 我说你们要不要再重济一盒这样 然后他们就说 他们没有办法再重济一盒 因为他们本来是要寄糖果给我的 又是糖果 然后我就说 我可不可以先是 你们家的美妆盒糖果之后再输 我这样 但是有厂商想寄给我 还是可以哦 我就后来觉得他们就是 有点不相信我 就是我自己拆开或这样 所以我想说 虽然其实大概是四五个月前的事情 我还是要帮他们稍微 打一下这个广告 我会把网址呢 放在底下 然后呢 他们都寄来了 然后被 可以打开来看 然后 那我也不能就是 好好地跟大家介绍 因为就是 只有三个 所以我还是 就是 帮他们 想宣传一下 然后他寄来了 这三个呢 又是一个 两用的 lip and cheek 的 一个 腮红 嗯 这一个 然后这个呢 就是大家应该也非常熟 就是我记得大创 以前大创 我卖 不知道现在还没有买这个 就要一支笔 然后里面有刷睫毛的啊 眼影棒啊 还有这种笔 可是这种 就是我会不会拿来用这个眼镜 因为我觉得那种的就 我还是喜欢一根一根 然后每根 都各有它的function 就像这样一样 我喜欢这样 然后再就是这个指甲贴 送别人 那我今天呢 开箱就到这里结束啦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然后大家有什么话呢 记得在底下留言给我 很凶耶 你们很凶耶 所以我现在在忙什么 为什么都不出片 我是不会停止po的 只是会比较慢 那谢谢你们 一直等我到现在 因为我只要等片的感觉 不是很好 嗯 好吧那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 我接下来 最 接下来可能会比较 有时间可以多剖影片 然后大家也记得 持续锁定我的 SoniaSooTV 我呼吁大家一下 记得去帮我 就是YouTube主页的右上角 Facebook还有Instagram 大家记得去帮我 按赞Facebook 订阅Instagram 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拜拜 Hanagu跟Look 跟大家说拜拜 支持亮代替购买 支持亮代替购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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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